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 我们每天都跟他打很多交道 那在英文里边椅子被称为叫Chair 而Chair们呢是指的主席 所以坐在椅子上的人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他是主席 那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 我们对于椅子呢也有更高要求 我们希望有一把好用的好看的椅子 设计师呢也非常喜欢设计椅子 每个设计师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设计一把非常好的椅子 成为设计师上的经典 为什么 我觉得无外乎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呢椅子非常贴近我们的生活 我们能够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到它 另外椅子也是非常容易产生成果的 这样一种这个素材 因为设计师很容易把他椅子通过工厂 通过制造 把它制造出来推向市场 让市场来检验你的设计是否成功 另外椅子也成为设计师自由表达自己设计思想的一种方式 因为很多设计师都希望通过实验性的作品来表现自己的思想 而椅子呢就成为他们非常喜欢使用的一种方式 我认为呢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 还在于椅子非常能够体现时代的特征 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技术条件下都会产生不同的椅子 因此呢这节目我会带来一些设计史上非常经典的椅子 让大家来欣赏 来去感受一下在不同的时代里面 椅子是如何发挥它的作用 首先给大家介绍的第一把椅子呢 是由德国设计师Zonit设计的一把椅子 Zonit这个人呢 他出生在德国的一个姑娘家庭 家里面早年呢都是做手工业出身的 但是呢到了11830年前后呢 他去到奥地利 当时呢成立了一家家具厂 开始呢研究弯木家具 开始研究工业化生产 条件下家具设计应该从长的方向上去发展 到了1851年的时候 他的作品呢在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 在他的设计当中最著名的是 他在1859年设计的这款14号椅 这把椅子今天我们在很多咖啡馆啊 在很多西餐厅仍然能够看到他的身影 或者是他的一些仿制品 那我们看这把椅子 其实他的加工工艺非常简单 造型也非常的优雅 你会发现他主要的结构呢 是由六根弯曲的木条来组成的 这种弯曲的木条 采用了当时最流行最先进的 叫蒸汽挤压这种技术 然后呢把这根加工好的六根木条 用十个螺丝固定在两个圆盘上 然后构成了这样一个造型 它最大好处是容易加工容易运输 同时呢又容易装配 因此呢也是组合式家具的一个鼻祖 那在这个设计当中 苏内特把工业化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 所以我们会发现他能够非常好的适应当时的 方形为爱的一种这个工艺化生产的这样一种条件 所以呢在1850到1930年80年间 这把椅子生产量达到了5000万 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 这把椅子呢还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你会发现今天有些椅子呢 是用金属来代替了这种弯木 但是它造型呢几乎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所以我们会说经典呢总是经典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设计师都喜欢做工艺化 也不是所有的设计师都希望在工艺化这种条件下来做设计 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讲的第二位设计师呢 就是英国的工艺美术大师莫里斯 莫里斯是一个非常坚持自己这个信仰的这样一个设计师 他一直认为工艺化东西往往是丑陋的 往往会带来一些社会问题 因此呢他希望能够通过手工业的一种方式来恢复传统的一些容光 他在设计当中经常会采用一些这个花鸟啊自然界的一些图案 他认为自然的是最优美的 因此呢呃后来他在英国伦敦呢 莫里斯就迎合了他那种需要 我们突然这边所看到的是呃在19世纪60年代 由莫里斯和韦伯一起完成了一款设计 你会发现他呃研习了之前一些传统椅子的一种文样 呃造型呢也非常的是适合人的这种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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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大家会发现这款椅子 这是在19世纪80年代 有马牧多设计的这把椅子 在造型上 和莫里斯的设计 会有一些继承的那种感觉 但是 它的椅背上的花纹 更加抽象 更加提炼 更加适合工业化这种生产 因此在这个时候 就有人会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到底还要不要装饰 到底我们的设计应该是为谁服务 到底设计应该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也成为 在19世纪末困扰很多艺术家 设计师的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椅子方面 也有很多的体现 后来 在苏格兰 出现了一位非常著名的设计师 叫曼金托斯 曼金托斯 其实他的影响力 可能跟英格兰的主流的 这种艺术主张 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曼金托斯的影响 很大程度上是被 反而被欧洲大陆 其他国家所发现 所学习 所借鉴 在1900年的时候 格拉斯哥有一个茶室 请到了曼金托斯 为他们设计一系列的家具 在这个时候 曼金托斯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 用一些严谨的造型 设计这一系列 在设计史上非常著名的 被称为叫高倍以的设计 你会发现这些设计 用了很多的规则的一些几何图形 你在里面甚至可以看到 来自东方的 包括日本的一些风格的影响 因此这一系列设计 打破了传统的 关于文样的一些争议 这个时候 具有这种几何化的 规则的美感的一种形式 进入了我们的眼帘 我会发现 原来设计可以这样来做 原来不一定传统的东西是美的 原来工业化的东西 规则的东西 一样可以创造一种新的形式美 这种方式 很快就流传到了欧洲大陆 后来直接影响到了 奥地利的一些设计师 在奥地利当时诞生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流派 后来被称为叫 维也纳分离派 也有一些设计师 跟麦尼托斯 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当然后来一战爆发以后 因为英国和当时的奥雄帝国 是敌对国 所以也使得麦尼托斯 后来受到一些牵连 包括他的限制出境 包括他的住宅受到监视 包括他的一些设计作品 无人问津 所以麦尼托斯后来 他的晚年非常凄凉 但是他的影响力 依然存在 到今天依然存在 刚才提到的 在维也纳 又一位年轻的设计师 站了出来 他学习了 借鉴了麦尼托斯的一些 艺术主张 提出了自己的设计原则 这个人 就是我们所说的霍夫曼 霍夫曼这个人 他认为功能才是 最主要的一些原则 使用才是最重要的 这种必要条件 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要强调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来使用材料 必要的时候 可以去装饰 但不能不惜代价 装饰应该是有条件的 他在设计当中呢 非常习惯的使用一些 垂直的一些构建 一些方格子的一些形式 后来所以得到了一个外号 被称之为叫 方格子霍夫曼 或者我们称之为叫 奇盘霍夫曼 因为在英文里面 奇盘和方格子是一个词 他的造型当中呢 大量的采用了这种 简单的几何体 用了很多的一些 光面的一些这种直线 很少采用非常腐大装饰 因此呢 使得他的设计呢 在欧洲呢 也产生非常重要的一些影响 给大家看到的这把椅子 是在1905年 由霍霍夫曼设计的一把 这种靠背椅 你会发现这把椅子 看上去似乎和当时的一些 座椅呢 有所不同 你会发现他的椅背 是有一定的斜度 有扶手 好像跟刚才看到的 莫里斯的椅子呢 有一些相似 但是他的造型元素 是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个扶手的后边呢 会有一些凸起的机构 这些机构呢 可以调整椅背的角度 另外呢 在椅背和这个扶手 都有很多的一些方形的 都有很多这种 正方形的 锯形的这种装饰 据说这把椅子 被霍夫曼称之为 用来做的机器 似乎我们在这把椅子的造型上 也能够看到 一些机器的影子 包括他的一些直行型的造型 包括他的一些 圆角的一些处理 似乎都带有一点 工业机器的一些痕迹 因此呢 霍夫曼的这把椅子 也在之后的几十年里面 影响欧洲的一些设计理论家 直接促使20世纪 20年代 科普切提出 机器美学原则 这样一种理论的形成 当然对于这种新的 形式美的这种追求呢 从来没有停止 在1917到1918年期间 荷兰的著名设计师 李特维尔德 提出了一款新的设计方案 这把椅子呢 在设计史上被称呼叫红蓝椅 大家看到这张图 整个的造型 完全是用13根木条 和两个巨型组成的 我们一路眼里呢 首先是两个非常大的 巨型的这种色块 红色的和蓝色的 木条被涂成黑色 在木条的顶端呢 被涂成鲜亮的黄色 这样的鲜亮的颜色的对比 线条的这种冲突 组合成一种新的造型法子出来 这把椅子其实 与其说是一把乘坐的工具 不如说它是一种艺术的表达 它更像一件艺术品 在美国的很多博物馆里边 这把椅子是跟蒙特莲的绘画 是放在一起的 大家看 那这就是蒙特莲 他的一幅绘画作品 被称为叫红黄蓝的构成 你会发现这把椅子 和这幅画有异曲同工的地方 那毫无疑问 李特贝尔德也是受到了蒙特莲的影响 在自己的设计道路上呢 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他用自己的这种方式呢 来表现怎样把一个平面的这种构成形式 用立体化语言来表现出来 所以我们认为 李特贝尔德的设计 会对当时的设计风格呢 产生了重要影响 就在于 他用了一种新的语言形式 用新的艺术风格 对当时主流的设计思想呢 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一种影响 在后来 波豪斯成立之后 很多人会沿袭着 李特贝尔德曾经走过道路 继续往前走 那我们就 这就是我们后面会提到的 关于现代主义设计运动的一种表现